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集的萬迷章日節目 今天兩節節目已經完成了 第一節是介紹賀龍如何適合萬聯的第二部份 今天的第二節是介紹轉會的相關消息 也要大家猜猜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機會簽到人在轉會槍裏面 這節要說回昨晚我們贏了Lance球隊的一些最後資訊 因為對於我們開季也非常重要 另外同一時間也宣布我們今季有幾樣新的東西想和大家一起去做 即是我們萬迷早晨這個台 由於今季我們有些新的東西想做 新的東西做之前有一件事 去年也做開的 今年會繼續做 因為我們就已經 季前賽今晚踢了 11點那一場 對著這個Athletic Club踢完之後 一隊的正式比賽就是15號 英超開羅 我們的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就會從狼隊的那場球開始 去年玩開的朋友 記得如果踢完球之後 就可以在WhatsApp留言給我 我會最合大家的留言做一集 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每一場萬聯的比賽都會自動球 新的朋友如果不清楚怎麼玩的話 可以在IG DM我或WhatsApp 問我究竟怎樣可以參加 但大家留意 今年的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將會移私去到互動台出的 就不在大巴台出的 另外亦想說回昨晚那場球 Onala非常有責任心 就說他這樣說 我是很開心我們贏了一場球 但我們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我們有些事情真的要解決 要解決那個問題 正如我所說 我就是完全負責所有 尤其是當我們失球的時候 這個是責任在我身上的 我在後場裡面 他說I'm the big man 我想他才是龍門 也是一個看著後防的人 所以我是接受所有的批評 所有的壓力 在我身上 OK 昨天那場球對於我來說 踢得不錯 對於球員來說 也有很重要的入球 我也是很開心的 他也這樣說 我也感覺到 今年會非常之好 當然我也期待接下來的比賽 例如英超開籠賽對著籠隊 因為我們要好好預備 一定不容易的 我都知道英超不容易的 每一位球員都很努力 我也很有信心 很正面地 覺得 只要我們在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情 就沒有問題 當然 其實昨晚 很多朋友都說了 這球球的責任是誰最大 我覺得最明顯 或者最正路來說 達洛智一定是最大責任 老實說 但是 大家都記得 我說達洛智因為他能入球 而因為這樣 他就可以搶到正選位置 從我雲比撒卡手中 但是 原來有其他朋友 有其他看法 我覺得這個看法挺有趣 有一位巴友這樣分享 他說 其實他覺得 達洛智不是因為入球而搶到正選 是因為 阿雲比撒卡 也有犯過達洛智犯的錯誤 在後場猜拋的時候 猜拋了 或者一些大意的誤存 換句話來說 其實在後防裡 尤其是很多朋友都說 坦達的後場build up 兩隻集很重要 很多時候 就要靠他們 去突破到對方的press 而也因為這樣 老實說 當你有個系統的時候 對手就很容易知道你的系統 對嗎 基於你的系統 而作出一些適當的迫搶 或者遮線 就可以搶到你的球 所以 有系統是一件事 但是那個系統是要有變化 和要有多樣化 才令對手猜不到 但是 自己的隊友猜到 這個就是打後場build up 最重要的一件事 正如我一直都說 我們現在在後場build up 就算Onana來了這一刻 都未完成 還有很長條路要走 所以我想 正如很多朋友都說 這類型的甩漏 都幾大機會會再發生 但是 究竟我們幾快可以 可以搶到 而令到 有很多系統上的變化 是我們球員才知道 而對手不知道 這個就是 靠阿坦克和其他教練 如何做到的 所以 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例如 明安鐘、救心等 都拿出來了 今年很多機會會發生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去年的馬天尼斯 今年的Onana 都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 是很有責任心 去接受這些挑戰 以及獲得這些責任 OK 好了 剛才說了 我們會重新做回 萬聯球迷的多重原主咒 這個工作 這個計劃 今年也有些新的計劃 今天現在說的是 第一個 大家都知道 踢上今晚場球 所有 包括今晚 究竟出U隊 還是出副選 正代 因為我們今晚 去Dublin 踢 很近的 所以複選 就算去踢也沒問題 所以今晚 很大機會是複選 加上U隊去踢 但是 總之 昨晚出場的球員 就不會踢 這個慣例來的 好了 但我們就未完 因為我們香港 就有兩場 U16萬元的表演賽 有宜賽 或者叫做 來香港踢 包括9號的晚上 和這個 12號的下午 我們很多巴友都應該會去 暫時來說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我當然會去 我也會盡量早一點時間去 我會在IG 告訴大家 我大約坐在哪裡 大家如果興趣 和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看球 就可以來找我 也可能會做少少直播 在Youtube那裡 到時才算 在當時來說 要做直播 即是要在外景上做直播 我很少做 大家都知道 我也要研究一下 究竟需要什麼設備 所以 大家不知道 知道嗎 還有想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差不多20年以上 沒有去過旺角牆 我看到官方說 你可以在太子站下車也可以 旺角東下車也可以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我在港島區出發 港島線一回答 究竟在太子出發 還是在旺角東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很久沒有去過 另外我也知道 在大館那裡 會有個活動 有少少少蠻聯的明宿的資料 那我就在想 在今天 因為現在大家看這條片 如果我今天去就已經到了 應該 或者下個禮拜 即9號之前 去看一看 也試一下做外景 看看我什麼設備 要完善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還有如果大家有玩開一些戶外拍攝 又有什麼器材 覺得大巴有用 又可以借給我 或者捐給我的話 都可以聯絡我的 因為我 對於外景來說 是新歌 我暫時來說 初歌不是新歌 Sorry 只是想著用一部手機 看看怎樣去做 或者 我也有一支自拍神棍 我不知道做不做 我真的是初歌 我真的不懂怎麼做 如果大家有些意見 你也可以給我 還有什麼設備 你多了 你可以借給我 試一下 也可以 OK 這就是今年我想做的事情 說真的 如果 這個外景 比如這個 這個 U隊踢球 這個外景 做得好的話 或者這個展覽 大家都有興趣 大家都覺得 大巴可以做多一點 我也都在想 我經常說 大家可以在Pay Me 或者在Super Thanks 或者Super Check 那裏請大巴喝奶茶 其實很多很多朋友都說過 喂大巴 好想請你吃飯 一起聊聊聊天 我也在想 咦 大家知道現在 疫情已經結束了 可能大家也會多了 出去吃飯 我想會不會真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坐下吃飯 當然 如果你想請大巴吃飯 我當然是非常歡迎 有朋友請吃飯 我從來都歡迎 但是 我亦都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我們都會錄一下 和大家講一下波經的時候 都很好 如果一起吃飯 聊一下波經 但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即是我們要錄到音 所以大家吃飯的場地 就很難說 比如我們一起去茶器吃的話 就說真的 雜聲太燭 根本就錄不到音 還有 如果你無故在茶器 拿一部機出來拍 我想一定會被人罵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請大巴吃飯 或者和大巴一起吃飯 又聊聊波經的話 看看有沒有場地 或者餐廳 大家覺得是可以的 當然 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 如果你是餐廳的老闆 當然可以 你作主 我們都要研究一下拍外景 即我都要研究一下拍外景 要用什麼設備才行 如果不是 就算你不是餐廳老闆 不要緊的 或者是餐廳的熟客 你都可以和老闆溝通了 讓我們在那裡拍攝 這樣也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的 是目標 就不是一定要做到 尤其是當我研究好拍外景 我有信心 做外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試一下 或者一個環節叫請大巴吃飯 類似什麼 或者叫大巴飯局 也可以的 到時再想 但現在是一個初步的想法 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先決條件 先搞定外景 最後 如果我們看這條片 我不知道講不講得像 今晚的九點鐘 即是你看這條片 八點鐘出 應該 九點鐘 我就會在胡同台說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有玩過的 我希望胡同台 或者和大家 今年也玩回這件事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記得留意胡同台 我九點鐘 就會開Live 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OK 今節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睇 拜拜 當大家以為這節目完結的時候 今次就有彩蛋了 彩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昨天說 有位巴友去看球 公開了一些 他在即場拍到的 叫做什麼 相片和一些影片 首先 他坐的位子 說真的 他買了Hospitality的票 那個位子 觀感都很漂亮 也拍了這個 作客球迷區 Lens那裏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入球 這個就是他那裏 看到他坐的位子 第一球 阿福仔 追成了他 先弄小聲一點 我覺得很大聲 這個就是他那裏 另外還有另一個朋友 看他就有個角度 拍得更加清晰 嘩 多漂亮 福仔這個入接 美得絕 為何臨入球 那一刻竟然竟然來了 哈哈 沒辦法 大家都是顧著看球 突然間那一刻 好了 然後第一球就是這樣 第二球就是這樣 先看一看 這個很重要 這些 就是 電視就拍不到給你了 阿福仔想搶球 就開球 這裏很長 大家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第二球又如何 嘩 加拿到比多 脫腳 脫腳 射入 好明顯這球 首先 我們認識的那位巴友 應該太緊張 太快 拍不到 而他的朋友 拍了這球 已經很厲害了 這球球實在是很快 很快 所以大家 真的要留意一下 看現場 還要幫忙拍拍片段 其實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 是很感激 這些朋友 他們 一直在現場看之餘 亦都幫我們拍片 讓我們感受一下 現場的氣氛 好 接著第三球 卡斯美路挺入 你看到 有時坐位很過癮 雖然你買貴波飛 但由於你坐在球場的另一邊 比較遠一點 所以有時看球什麼 都要說運氣 究竟你是不是很近 可以看到他入球 但他的朋友剛剛坐對角 所以他朋友的角度 是非常漂亮的 看到嗎 真的頂到卡斯美路才入 如果卡斯美路不是頂到的話 就真的不入 所以來說 這球球 雖然複仔是 有助攻 但實際上 都是有運氣 老實說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三球球 都是有運氣的成份 大家要留意 即是開季 除了保持我們的實力 還有保持運氣 最後再講 這位巴友 在完成後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 一邊看一邊分享 他就說,這場球我敢說,卡斯美露可能是二十月球員正選的球員最高級的 世界頂級球員,未開羅已經踏著腐仔 又激情,記得有一球球達羅茲比得不好 他躺身截到球,馬上踢踢踢踢走 完場後,整班球員過去北方台,多謝球迷的支持 卡斯哥是最後一個,不捨得離開球場 兼且除了健鋒衫,送給現場的幸運球迷 那我就說到這裏,大家可以看看這位現場的朋友,幫我們分享 卡斯美露,怎樣去大家踏謝球迷的 這些,說真的,正所謂的,大家不在現場看就看不到的東西 這次節目真的完了,彩蛋都完了,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看到這裏就要停了 說中文這位朋友,是不是我們的巴友來呢? 哈哈哈哈 好可惜,他沒拿到這裏差不多 不妥了